大家好,欢迎来到诉说电影圈 今天带给大家的是由真子丹和刘德华 李仙主演的锦匪片《追龙》 讲的是在上世纪权力腐败 正值黑暗的香港 黑白两道官官相护 狼狈为奸 只手遮天的故事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那时候的香港自然非常混乱 在这样的环境下 阿豪带着几个兄弟 一起来到香港谋出路 想在这里干出一番大事 刚到香港 阿豪他们只能住在人口密集 又混乱的九龙城寨 阿豪听说傍然打架很赚钱 他就带着几个兄弟 参加了一次黑社会斗殴 参加这次斗殴的有好几百人 声势浩大的场面 引起了警察的注意 阿豪几人被抓到了牢里 在监狱中有幸得到探长洛哥的尝试 对他照顾有加 就这样 阿豪他们几个人跟洛哥成为了好兄弟 这天阿豪的兄弟 因为偷一个黑社会大哥的钱被抓了起来 阿豪为了搭救兄弟 把对方打得人羊马翻 黑社会大哥一看阿豪身手不凡 觉得阿豪是一个可造之才 有心才陪他 就把阿豪收入麾下 有了黑社会老大的庇护 阿豪一帮兄弟们混得风生水起 势力日益庞大 探长洛哥并没有找他们的麻烦 这也是因为洛哥和黑社会老大 官匪勾结 狼狈为奸 有了黑社会势力的辅佐 洛哥在警局一路高升 因为升职太快 警局同事们就红了眼 打算找一帮人教训洛哥 阿豪是一条重情中意的汉子 看到洛哥有难 岂有不帮忙的道理 在打斗中 被对方打断了一条腿 落下了病根 再也没有办法正常走路 由于走起路来像鸭子 江湖上人们都称他为博豪 俗话说患难见真情 懂过这件事后 洛哥更视阿豪为生死兄弟 之后洛哥再次高升 坐上了总探长 他为了报答阿豪 利用职权辅佐阿豪 成了新的黑社会老大 此后两人互帮互衬 阿豪在香港当地 通过收企业的保护费 赚取了巨额财富 而洛哥也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阿豪真正做到黑白两道通吃 然而就在阿豪春风得意之时 发现自己的弟弟燃上了毒品 这让阿豪非常苦闹 为了让弟弟远离毒品 阿豪让手下都不给弟弟毒品 但是毒瘾哪里是 想借就能借的 毒瘾发作的弟弟 去找外国人卖毒品 却遭到了外国人深深的羞辱 被打到生活不能自理 成了植物人 阿豪看到被打得不成人样的弟弟 怒火冲天 带着自己的兄弟 一路冲到了英国人的地盘 和英国人发生了混战 这场混战战况十分惨烈 阿豪的兄弟几乎全部丧命 维讯赶来洛哥 看到此情此景 背下了杀英国人的罪名 随后逃往海外 再也没有回到香港 而阿豪也因为贩毒的罪名 被判了30年 从此以后 香港成立了连镇公署 这段官匪勾结 狼狈维艰的时代 才算告一段落 好了 今天电影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请关注订阅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